前陣子黨內財剛公布這個中央助選團 那裡面也有韓國瑜市長 接下來會找他來合體嗎 我們都非常需要各方支持的力量 也都對於每一位願意來支持的朋友 感到非常的感謝 所以我想接下來有相關的規劃安排 也都會在適時的時間跟大家來說明 那現在又傳出了這個氣城堡 那自己團隊裡面也有說這個氣堡勢必會發生 接下來有沒有打算要開始操作 因為之前還有傳出來所謂的氣高保獎的事情 那氣堡效應真的會發作嗎 真的會有衝擊嗎 不管是氣城保黃或氣黃保城 這都是綠白之間的算計 其實我就是持續的行走基層一步一腳印 讓我持續成為市民朋友心中最好的人選 那選民其實不用煩惱 也不用含淚投票 也不用去為了特定政黨的利益來算計 堅定支持講完 有台北市議員找那個侯友宜來幫忙站台 會不會擔心這種所謂的母雞不夠力的一個傳言發效 侯市長是現任的市長 他的市政滿意度也都一直名列前茅 我想我們都是相互學習 也希望藉由他的城市治理經驗 能夠讓整個區域治理更好 所以我想我們就是希望達到共榮 共好 讓雙北一日生活圈 能夠讓市民朋友有更好的生活環境 那今天下午我會去找侯友宜請義嘛 那接下來包括張漢正跟魯秀葉 是不是也有傳統有安排 相互學習才能讓台北市更進步 只要有值得學習的地方 我們都很值得借鏡 而且把它做到更好 我想就是創造一個共榮 共好的環境